亚太报道 韩国是否会加入抗中联盟呢 欧盟不受威胁要制裁中国 法国议员抨击中国大使 阻止台湾行 抵制北京冬奥并非首选 有人提出多个其他选择 考不上本科智商有问题吗 中国招聘鄙视链的背后是什么 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最近油管上的中国五毛网红 郑国成在醉酒的状态下 突然在网上发布了一段 以激烈言辞抨击中国当局的视频 并引发了一场网络舆论战 而郑国成这样做的背后原因 则与他的家乡吉林省安徒县官员的腐败 独职以及林业资源纠纷有关 对于郑国成突然发布反共视频的心态 有参与此次论战的当事人进行了分析 详细请听记者孙诚的报道 郑国成现居中国 是油管网站上一名拥有超过 10.5万订阅量的五毛网红 两年多以来 他在他的油管频道 中国青年郑国成上 公布了数以百计的影片 其内容大多为反美 攻击台湾 反对香港抗争 及支持中国当局的时政分析言论 然而在今年3月11日 郑国成却突然上传了一条 时长4小时的影片 对中共的体制进行了激烈抨击 在这段影片中 处于醉酒状态的郑国成 揭露了他的家乡 吉林省安徒县官员贪腐 独职的情况 他情绪激动地表示 为了解决他家乡的民众权益问题 他宁可自焚 并说 除此之外 郑国成还发表了相当激进的观点 表示中共官员虽然口称反美 却将他们的子女送往美国 并表示 中共的统治不如清朝 他质疑道 在影片中 郑国成也与多位亲共网友 进行了争吵 在回应一位亲共网友 对他的质疑时 他说 尽管郑国成在发布 抨击中共的影片后不久 就删除了这条影片 并进行了道歉 但他的这一行为 已经激起了一场网络舆论战 首先对郑国成进行抨击的 是油管上的中国亲共播主 例如 一位名叫老五的亲共播主 就曾在3月11 12 14日 连续发布三条抨击郑国成的影片 认为郑国成不应该只向粉丝道歉 还应该向国家道歉 其后 油管上的不少民主派播主 也开始对郑国成进行抨击 3月15日 油管播主 强国反贼陶哥发布视频表示 郑国成在这次的四个小时直播中 一改五毛的身份形象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他在第二天九起之后 删掉了四个小时的直播 发了一个两分多钟的道歉视频 然后继续开始经营自己的五毛频道 3月16日 台湾油管播主 涉图日记巴炯也发布了一段视频 表示郑国成发布反共影片是天大的笑话 到目前为止 涉图日记的这条视频已有15万次观看量 在压力之下 郑国成本人于3月17日 在油管发布了一条题为 就最近的事情回应一下的影片 表示他此后将戒酒 希望将此事翻篇 在影片里他说 就那四个小时直播 尤其里面有很多极端的不对的 引起大家反感的言论 向大家表示抱歉 诚挚的道歉 参与此次网络舆论战的民主派油管播主 强国反贼陶哥 则对郑国成的心态进行了分析 可能最近他被他们当地的官员 或者说被社会主义铁拳 毒打到了一种不太行的程度 然后他又不敢在正常的情况下 讲这个事情 所以他就喝了酒 然后借酒劲 在直播的时候 把这些东西都发泄了出来 但是等他酒醒了之后 他又完全知道闯祸了 所以他立马删掉了相关的视频 陶哥也表示 他认为郑国成内心的不满 应是积累已久的 但即使有所不满 他却依然选择站在中共一边 他还说 但是呢 他就算帮共产党说很多话 也无法做到 就是真正成为所谓的赵家人 真正让共产党的铁拳 不要毒打他 另一方面 尽管记者在3月17日 多次尝试联系郑国成 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孙成 旧金山报道 在结束日本的访问后 美国国务卿 以及国防部长的印太之行 来到第二站韩国 国务卿布林肯 把中国与朝鲜都归类为 在区域破坏人权 压迫民主的极权政府 号召韩国加入抗中队伍 中国外交部反应激烈 与此同时 美国政府正在降低外界 对将在周四举行的 美中高层会晤的期待 强调不会有共同声明 也不会有具体成果 以下是记者唐家杰的报道 当地时间3月17日下午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以及国防部长奥斯丁 陆续离开东京 抵达了印太之旅的第二站 韩国首尔 在与韩国外长正义融会面时 布林肯先点出了此行的重点议题 中国、朝鲜以及印太同盟 中国正用胁迫和侵略手法 系统性地削弱香港的自治 削弱台湾民主 践踏新疆及西藏人权 并在南海提出违反国际法的主张 而朝鲜的极权政权 持续有系统性且广泛的侵害其人民 我们必须与追求基本自由的人民站在一起 反对压迫人民的人 正义融肯定美韩同盟的发展 并表示期望在此次会谈中 能够推动朝鲜半岛和平进程发展 3月18日 美韩两国将举行外长、防长2加2会谈 会后发布共同声明并举行记者会 这是时隔近5年后 美韩2加2会谈再次召开 随后布林肯将前往阿拉斯加 进行美中高层会晤 奥斯丁则将出访印度 韩国智库市中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承贤 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对于华盛顿来说 中国是最重要的议程 但对于首尔来讲 最重要的议题却是朝鲜 他分析 文在研政府当下最想做的事 就是华盛顿能够对自2019年 河内峰会崩溃以来 一直处于僵局的朝鲜和平进程 给予更多的政策关注 拜登政府的朝鲜政策尚不明朗 在美国高层开始访韩新城的前一天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包妹金宇正 警告美国新政府 一级首尔当局 不要对平壤采取任何敌对行动 否则未来的日子不好过 金宇正还谴责美韩正在进行的年度春季联合军事演习 布林肯在美日记者会上紧回应 美国的朝鲜政策仍在审查中 并正在与盟友进行密切沟通 为了减少半岛危机升级的风险 我们从2月中旬开始 就透过包括纽约在内的多种渠道 联系朝鲜政府 但迄今为止 我们还没有收到平壤的答复 美日三天两夜的会谈 达成口径一致的强硬声明谴责中国 但观察家们 对于韩国是否会加入美国的抗中联盟队伍 仍以待保留 韩国政府正在积极安排 今年的习近平访韩行程 文在言在今年初更表态称 中韩关系与美韩关系同等重要 对于美国来说 韩国则是印太战略不可缺少的一块重要拼图 曾在小布什总统任内担任国安会 亚洲事务主任的车位得分析 美国希望把韩国纳入四方会谈中 但不仅要心修补两国关系 还要处理欲韩之间的嫌隙 欲韩关系正处于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时期 而美国要实现该地区的联盟外交 需要与日本和韩国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 推动三边协商 我认为这肯定不是公开讨论的部分 但美国一定会私下协调 美中高层会晤在即 美国官方再次试图降低外界对此次会谈的期待 一位不具名的美国资深官员 16日晚间在背景说明电话记者会上强调 这是一次性的会谈 并非恢复对话机制 只是双方首次坐下来相互了解 他说并不期望此次会谈能具体达成任何成果 也不会发表联合声明 另一位不具名的美国资深官员表示 北京一直在放话期待美中关系改变基调 但美国着眼的是实际作为 不是恐话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佳杰 华盛顿报道 美国与中国高层官员将于本周 在阿拉斯加举行会晤的前两天 美国和日本发表联合声明 美国国务院又就香港问题更新制裁名单 显示对华的强硬立场 有中共国师之称的金灿荣表示 再过几年 当解放军做好准备后 中国就不会再向美国忍让 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以下是记者乔龙的报道 布林肯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将于周四以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外长王毅会面 是拜登政府上场后首次美中高层会面 在会晤一日前 美国高官继续展示对华强硬姿态 本周二 日美两国防长及外长在日本东京发表联合声明 对日益增长的中国权力诉求表示严重忧虑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国防部长奥斯丁以日本外相冒木敏冲 以及防务大臣岸信夫举行2加2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 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水域的非法诉求和非法行动 并对中国近期修改海警法 允许海监船在东中国海争议岛礁的周边开火声表担忧 到周三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做出强硬回应 形容美日两国狼狈为奸 干涉中国内政的右翼正名和污蔑抹黑中国的恶劣立坚 在同一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点名24名中港官员 指他们侵害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下的香港高度自治 布林肯重申外国金融机构如果明知而以相关人士进行重大交易将面临制裁 对此关注美中关系发展的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前讲师吴强 本周三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在国际局势中 目前中国的处境较为被动 1969年 中苏之间曾发生两次边境冲突 是中苏关系最紧张的时刻 当年中苏高层官员的会面确认了两国关系 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吴强认为此次中美高官在美国会面 以当年中苏高层会面有雷同之处 他说 那么那次会面其实是确认了双方的分歧是不可挽救 虽然谈话气氛很轻松 但其实是深刻的 也是中国开始转向美国的一个开始 那么这一次的阿拉斯加的会谈 我相信也是一种类似的效应 中美双方会认识到彼此的分歧是相当的深刻和全面 会因此转向一个长期的竞争 而且这竞争实际上是面向下一次的冲 有中共国师之称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 16日接受官媒访问时推测美中爆发冲突的可能性 他说未来几年比较危险 这种冲突变成现实的可能性 在今年内2021变成现实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第一个就是还是比较依赖政治手段 就是争取台湾人心 也争取我们大陆民众的理解 还有国际社会的理解 政策上我觉得这边还是在忍耐 这个当然军事上那个在准备 这是没有不矛盾的 但如果比如说大陆这个忍耐 没有赢得那个正面的回报啊 那么再过几年危险就比现在更大 因为那个再过几年 我觉得我们军事上就准备更好一些嘛 面对复杂多变的美中关系 中国作家蔡胜坤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当前中美之间面临很多问题 蔡胜坤认为中美两国的国际地位 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虽然美国保持着强大的实力 但是中国政府控制着国内资源 蔡胜坤认为海峡两岸未来会否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 取决于中美关系和军事实力 因此中美关系走向决定了两岸关系的未来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道 继美国制裁了北京和香港的24位高级官员后 欧盟在17号也同意以严重侵犯和践踏人权为由 对中国进行制裁 中国16号发出的威胁没有能够阻止欧盟的制裁 而在法国 中国大使要求国会取消正在组织的访问台湾团 也遭到法国国会议员的批评 相信请听记者蔡玲法子巴黎的报道 尽管中国发出威胁 欧洲联盟17号还是通过了 将因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列入制裁的黑名单 这是自19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 欧盟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以来 第一次对北京的制裁 欧盟国家驻欧盟大使11号已经取得共识 要启动由欧版马格尼茨基法支撑的欧盟人权与民主行动计划制裁机制 预定在22号欧盟外长会议上渴望获得正式批准并公布 四名官员一实体被指侵犯新疆维吾族穆斯林的人权 将被列为违反人权的欧盟制裁名单 制裁内容包括欧盟国家对他们入境的旅行禁令 并冻结其在欧盟国家管辖下的资产 中国驻欧盟代表团在推特上重新发布了 中国驻欧盟大使张明16号对实施制裁的威胁 表示北京不会改变其政策 张明警告欧盟说 对北京的任何人权制裁都将是对抗性的 中国不只威胁欧盟 也威胁法国参议院议员 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也 2月18号就去韩执政党共和前进党参议院 友台小组主席理查 要求取消正在组织的国会访问台湾团 中国使馆16号公布信函全文 强调不是法国媒体所说的用词尖酸刻薄 信函指出 如果参议院台湾交流和研究小组派团访台 明显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卢沙也表示 无论法国参议员以何种名义访台 都将被台独势力所利用 给中法关系和各领域交流合作 造成不必要的干扰 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成员 加托林对自由亚洲电台说 我们很惊讶地看到中国大使用这种直接干预和命令的方式 否认我们国家代表名义的议员 以政治大使的身份亲笔致函 曾为部长的友台小组主席 是非常外行且无理的 他不能阻止我们去台湾对话 不是北京要教导我们议会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能做 此外 在有制度的台湾 民众面对中国也没有发展侵略使命 或是用暴力对抗 中国使馆还教训法国参议员 作为法国官方机构的公职人员 理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加托林反驳 我们要提醒中国大使的是 我们是行政 司法 立法权分立 作为议员 我们有权去台湾 他没有理由阻止我们与台湾的相互交流 多年来议员们也很愿意去中国西藏 但是中国政府不准 这也不符合国与国之间相互交流的原则 中国使馆还批判台湾 企图实现监禁式台独 破坏中法关系发展的险恶用心 台湾驻法国代表处代表吴志忠表示 中华民国为主权独立国家 本来就有权与各国国会议员交往 中国大使无权说三道四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蔡林巴黎报道 贵州省贵阳市一个家庭教会 本周二遭到当地官员以及公安的冲击 该教会十多人被带到派出所盘查 长老张春雷前去派出所询问情况 也被扣押至星期三 仍未获释 据当地信徒说 目前仍有多人被扣查 以下是记者乔龙的报道 贵州仁爱归正教会十多位基督徒 本周二参加小组学习圣经期间 被政府人员冲击 当地基督徒黄先生 本周三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3月16日上午仁爱归正教会 被有关部门冲击 其中包括民宗局和公安局 十几位弟兄姊妹被带走 下午5点多 张春雷长老前去派出所了解情况 也被带走 据悉是被传唤 到现在包括张春雷长老在内 仍有多位弟兄姊妹 尚未被释放 贵阳另一位基督徒李先生 对本台说 疫情期间当地信徒 都是通过网络聚会 很少在线下聚会 最近都是在线上嘛 都没有聚会 像往常如果是大家先下聚会的话 一直都是限制的 但是我们都是悄悄的嘛 就分散的 有几个人啊 就是甚至几个人 大规模的也 也是他们允许的 据对话原著新闻网报道 3月16日 贵阳仁爱 贵阵教会 十几位成员 因参加小组学习过程中 被辖区民中局和公安局警察带走 其中还有两位外地教会来探访的女性徒 截止当天下午5点左右 一个外地教会女性徒在接受问询之后 或是晚上再有几名信徒或是 一人的钱被警察扣查 据报道 贵阳仁爱归阵教会是一间 不服从于中国国教的小型家庭教会 会有仅几十人 教会带领人张春雷长老是首批参与签署 2018年 由王以牧师发起的牧者联署 为基督徒信仰的声明的签名人之一 他时常受到国宝跟踪及警告 他还被禁止参加宗教活动 禁止与其他教会信徒交流 基督徒李先生对本台说 贵州仁爱归阵教会周二 被警察冲击一事 消息迅速在基督徒微信群流传 李先生说当局准许以每个家庭成员为单位的聚会 但超出家庭成员的聚会被禁止 本月初美国基督徒人权机构对华援助协会发表的《中国2020年度基督教会和基督徒遭受迫害十大案例》中指去年中国江西吉林福建河南 安徽青海及云南等地均有教堂和聚会场所遭到强拆 有基督徒应传福音被抓 该报告特别指出宗教中国化的宣传突出强调 以习近平为政治核心而剥夺教会领袖教职打砸教会 无端或捏造罪名关押信徒在中国已成为常态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报道 加密聊天软件Signal本周期在中国大陆无法自由使用 显然是中国政府再次加强对国外聊天软件管控的又一举措 不需要翻墙软件VPN可以自由交流 不受审查的聊天软件在中国已然所剩无几 中国大陆用户对此纷纷表示并不意外 他们认为Signal被封禁是迟早的事 以下是记者一斌的报道 中国大陆用户本月15日广泛反馈说 加密聊天软件Signal已无法正常使用 舆论普遍认为Signal在大陆疑似被屏蔽 是中国政府加强对互联网言论严密控制的又一举措 即电报和脸书公司旗下的WhatsApp等聊天软件被抢后 中国政府再次将手伸向了仅存的Signal Signal是一款端对端的聊天加密软件 包括Signal服务器在内的任何第三方都无法查看用户的聊天内容 凭着安全性和可靠性 Signal近些年积累了海量的大陆用户 一位因安全原因不愿具名的中国大陆律师告诉本台 自周一下午开始 Signal就已经无法正常访问了 后续也遭遇了登陆问题 该律师对Signal在大陆存活如此之久表示惊讶 他说正是因为微信存在严苛的言论审查和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等行为 引发用户不满 Signal迅速成为人们可以安全聊天的平台 然而Signal用户越来越多 引来中国政府的彻底封禁 他说Signal被禁后 能和其他维权律师及民主人士安全沟通的渠道越来越少 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援引研究公司Sensor Tower的数据说 过去一年苹果中国区应用商店中Signal下载量稳居高位 经本台记者调查发现 目前Signal在苹果中国区应用商店仍可下载 但安卓系统已全面下架 该律师认为不仅中国政府审查的聊天软件 纷纷被抢是必然的趋势 他说中国政府无法迫使服务器 位于海外的加密聊天软件母公司 遵守中国严苛的互联网审查制度 因此中国政府必然通过架高防火墙 来压缩自由严论空间 前六四学运领袖 人权组织人道中国创始人周峰索 对Signal在大陆被抢并不意外 他提到热门社交媒体网站Clubhouse 在上个月人气飙升后 因用户公开讨论政治敏感话题 迅速被抢 真正能够自由统信的软件 如果真的可靠 最终肯定是会被抢的 这个根本它是这个防火墙的问题 我就认为这是一个 一种现代的奴役制度 精神上的奴役制度 把人的思想自由都禁锢 这当然是个独裁专制的政权 他害怕任何的真相 所以对他们来讲 他就靠的是谎言和暴力 才不可能容忍人民自由地接受资讯 近些年 中共当局一直广奋审查互联网言论 今年1月8日 中国国家网信办 会同工信部公安部 就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继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生效20年以来 中国互联网法规 即将迎来全面改革 周峰索认为 国际社会不应倾向于 接受中国的网络审查制度 及防火墙的建立 他说 中国网络防火墙 不仅禁锢意识形态 也是商业贸易壁垒 其他国家应对 中国网络防火墙 和互联网审查制度 予以抵制 仅防中共将防火墙合法化 然而 中国已经在防火墙 合法化的道路上 全速前进 新版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第27条授权 国家网信部门采取消除制止等处置措施 阻断传播来源于境外的消息 防火墙越加越高 根据美国非政府机构自由之家的 年度网络自由报告 基于百分之评分 中国的网络自由度 仅得10分 名列倒数第一 中国网络自由度甚至低于 古巴 伊朗 及叙利亚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伊宾 华盛顿报道 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 在中国大陆被判刑关押 将满四周年 公民团体发起 为李明哲而骑的行动进行声援 他们还呼吁蔡英文 指派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委陈菊 出席今年亚太经合会议 提倡建立亚太人权机制 以下是记者夏小华 发自台北的报道 3月19号是台湾公民李明哲 入境中国被失踪满四年的日子 他是第一个被中国法院 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入狱的台湾人 严谋介入罪 立即释放李明哲 立即释放李明哲 李明哲救援大队17号 发起为自由而骑的行动 将近有20个人投绑着 释放李明哲的布条 自行车上则系着李明哲的素描人像 从李明哲原来的工作单位 台北文山社区大学出发 骑到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 途经台湾大学 释放大学沿途短奖 发放声援李明哲的相关资料 呼吁各界关切 李明哲在狱中的健康状况 通讯权利 也呼吁中国政府应该要公布 李明哲的释放日期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逸祥说 2022年应该是李明哲 被释放回到台湾的日子 但是确切的释放日期 到底是什么时候 其实现在资讯未明 现在资讯未明 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其实是任何的民主自由的国家 所无法想象的事情 这只有在中国这个极权统治 违反人权 不顾公平审判原则的一个国家 才会发生 施逸祥呼吁蔡英文政府 今年不要再提名资本家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出席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代表 应该指派国家人权委员会 主委陈菊出席 去提倡亚太人权机制 向国际发声 呼吁关注中国境内 人权恶化的情况 台湾永社副秘书长 洪崇燕指出 中共将人权 将民主 将自由 视为漏洞 视为对他们国家统治的威胁 所以他们会把李明哲的自由言论 视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那如果这个样子 在座的各位 在座的每一个人 所有的台湾公民 所有民主国家 自由世界的人民 都是中共的颠覆者 李明哲的上司 文山社区大学校长郑秀娟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透露 过去李静渝 几乎每个月都会 申请不忠探视李明哲 但是疫情爆发后 至今一年 绿方都以疫情为由 拒绝他前往探视 李明哲连记性的权力都没有 郑秀娟说 就是我们认为 李明哲应该是可以打电话回来的 那或者是说 静渝其实也希望 就是在防疫的条件之下 可以还是亲自到中国去探视李明哲 那这个是我们认为 在疫情之下的基本人权 一年多来 李明哲没有办法 得到我们这边的音讯 我们也得不到他的音讯 我们非常担心他的安危 19号为李明哲而起的行动 就有两位在台西藏人参加 西藏台湾人全联线 历史长扎西茨人接受自有亚洲电台采访表示 我们很多藏人从监狱出来之后 几个月之后过世了 我今天是代表所有的藏人 他们特上会关心李明哲跟任何的 中共底下的这些政治份 在台西藏学生慈仁塔清说 我知道在西藏里面的藏人的状况 如果我们这种活动时候 不参加的话 我觉得如果我们还给中共给机会的话 有一天我们都会变成李明哲先生 慈仁塔清说 他相信李明哲的心情 就像每一个流亡海外的西藏人 渴望赶快回家 李明哲肯定也想赶快回到台湾 这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谢小华 李宗翰台北报道 最近一位求职者投递杭州某大数据公司的 产品运营岗位时 招聘人员询问其大学学历 并表示他们只招收二本以上的同招 考不上本科的都是智商有问题 多位维权人士认为 中国就业市场的学历歧视只是表象 背后是阶级固化的现实 和对个体尊严价值以及潜能的漠视 以下是记者薛小山的报道 16日晚 涉事公司CT2在官方微博向公众道歉 此外该员工已经受到了批评教育和处理 很多微博网友并不买账 认为处理太轻 有人说妙小规矩大 持浅王八多 我是三本 我不配活着 并呼吁公开招聘者信息 起诉其歧视和侮辱行为 目前微博话题浏览量为6.4亿 讨论量已达2.5万 一位因安全原因不愿公布姓名的 制造业工程师季先生认为 学历鄙视链早已是见怪不怪 心照不宣 他的单位里没有学历的求职者 只能通过外包成为临时工 不时受到上级的辱骂和霸凌 他介绍说大公司招人表面上不写 我只招985和211 他只会在面试过后 把二本三本的毕业生简离扔掉 考不上本科就是智商不高吗 招聘者有意无意地抹去了工作能力 家庭背景和地域 以学历为名 粗暴地关闭掉机会窗口 伤了无数求职者的心 多次揭露北京律协面试黑幕的实习律师李庆亮 深刻体会道 赵家人无需学历加码 学历歧视本质上是歧视寒门子弟 国内的大部分活呢都是狗都能干 他不需要什么智商也不需要什么能力 然后所谓的学历 其实都是给那些平民老百姓的孩子制定的 学历歧视只是中国那种数不清的当中的歧视当中的一种吧 反映的问题就是中国还没有走出那个中世界 它还是一个整级社会 类似于那个叫什么印度的主性制度 季先生也分析说 共产党一手开创的互害社会里 缺乏西方文化中人人生而平等的常识和底线 从就业到相亲 无疑不是如此 底层人在修罗厂里 抢夺着被利益既得者吃剩下的资源 互相倾压和攻击 虽然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弱学率已达54.4% 但是一流院校的毕业生只是凤毛麟角 教育资源分布显著不均 经济学家罗斯高在2017年就提到 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 去年中国双一流高校一共137所 招收本科人数64万左右 仅占1071万高考考生中的6% 21大学的录取率为5.2% 而985只为1.9% 出生于山东燕城江屯村的李庆亮 父母皆是农民 他从乡镇学校就拼命苦读 考到西北师大 再考到上海财经大学的研究生 交不起一年一万元的学费 只好办理贷款 身边的亲友更是做梦 也迈不进大学的门槛 他们的名办老师 一边教书一边种地 只会写字和加减惩处 位于甘肃兰州的西北师大 是一所二本公立示范学校 大多是平民子弟 他到了上海之后 才开始和权贵子弟成为同学 在求学路上 李庆亮发现 自己引以为傲的智商和才华 在社会阶层的兼兵面前 是如此单薄 但是他坚信大气免城 煤球在哪里都是黑的 而金子一定会发光 两会期间 中国政协委员白延松曾表示 中国九成大学生都是非双一流高校毕业 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和资源倾斜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薛小山 华盛顿报道 继口罩外交之后 中国又推动疫苗外交 但加拿大医学专家认为 中国的疫苗有效数据混乱 加拿大不应该批准使用中国疫苗 而且加拿大去年春天 原本要和中国进行疫苗实验合作 但最终计划落空 这说明沃泰华更不应该与中国的疫苗建立任何关系 以下是记者柳飞的报道 中国频频利用国产疫苗做外交工作 甚至推出接种中国疫苗入境和免检测的优惠待遇 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一些鼓吹中国疫苗安全又有效的说法 不过加拿大医学专家提出警告 中国疫苗不仅在科学数据上令人质疑 还有政治因素干扰 加拿大不应该采用中国疫苗 加拿大流行病学家瑞瓦迪南丹指出 中国疫苗已经在不同地区和国家使用 但数据呈现很大差异 这令人不放心 中国疫苗的功效率令人困惑 一些研究表明功效达50% 另一些研究则称接近90% 除非研究人员能搞清楚为何这些数据有如此大的差异 否则加拿大不可能批准中国疫苗 加拿大护理系教授邱莉莲已经接种了辉瑞疫苗 听到中国大力推动疫苗外交 她想起中国去年推动口罩外交时闹出的笑话 当时加拿大订了一大批口罩 结果品质出问题只好退货 还有连孟晚舟都公开戴着台湾制造的口罩 显然很多中国人都不放心中国制造的东西 那个疫苗里面问题一大堆 他这种外交不是又跟他的口罩品质拨好 又造成问题了吗 希望他们不要政策改变 又去弄了一些乱七八糟的 才跟中国去搞那个什么疫苗外交 最后损失更大 本来没事被他打了都变有事 那才更糟糕 邱莉莲并警告渥太华 不要忘记去年初要和中国康希诺公司合作疫苗试验 最后却被摆了一道的窘境 加拿大疫苗学中心主任史考特·哈尔柏林 上星期出席国会家中关系特别委员会作证时 也说明了当时家中两国签署合约 要进行疫苗试验 本来5月底疫苗试验品就该送到加拿大 中方一开始说是出口时遇上了文书作业的问题 但折腾了半天 最后8月才知道根本是中国政府阻挠了出口 疫苗已被运送到其他国家 包括巴基斯坦 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做试验 所以不能出口加拿大是刻意被针对的 我们才了解到这是个政治问题 不是文书流程上可以解决的 这几个月的消磨浪费了彼此很多的时间和资源 迪南丹说 加拿大已经和欧美几大疫苗生产商订购了4亿剂疫苗 因为选择性很多 相信沃泰华不会选择中国疫苗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柳飞温哥华报道 美国联邦参议员罗姆尼日前表示 抵制北京冬奥的正确做法是从外交和经济层面着手 而不是要求取消来惩罚自己的运动员 另外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前助手西蒙告诉本台 应该鼓励运动员采取行动 利用北京举办冬奥会的机会表达抗议 以下是记者陈品杰的报道 代表美国犹他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罗姆尼 15日投书纽约时报指出 中国严重侵犯人权自由 美国应该抵制明年2月由北京举办的冬奥会 而正确的方式是从外交和经济层面抵制 他指出若是抵制奥运而禁止几百名美国运动员参赛 是对运动员不公平的惩罚 也无法达成使主办国改善人权的目标 他在文章中写道 让我们用一种能伤害中共 而不是伤害我国运动员的方式 来展示我们对中国恶行的谴责 减少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收入 停止他们的宣传揭露他们的恶行 罗姆尼曾经担任2002年 美国盐湖城冬奥会的组委会主席和行政总监 他提出的建议包含不参与观赛 不消费 让中国无法从美国民众的酒店餐饮 与门票花费中获取巨额收入 此外他还建议政府与其派出官员组成代表团 不如邀请中国异见人士 宗教领袖以及少数民族人士代表美国观赛 同时他也建议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合作 不转播冬奥的典礼上展示极端爱国主义的内容 以记录中国侵犯人权的报道取而代之 国际间对于北京主办冬季奥运的踏发声不断 除了要求各国政府杯葛之外 许多人权团体也呼吁转移奥运举办地点 数个人权组织就抢在18日的美中高层会面之前 于周三在白宫前集会 促请美国政府杯葛北京冬奥 发起组织之一的在美港人团体 我们是香港人的创办人徐颖婷 就告诉本台现场的记者 他们已经开始与一些美国组织联络 现在已经得到30多个组织联署 徐颖婷表示 他们呼吁杯葛的是中国举办的北京冬奥 并要求国际奥委会转移举办国 并不是抵制奥运会来惩罚运动员 我们非常欢迎有一个奥运会 在其他没有集权统治的国家里面举办 可是我们觉得就是中国 很明显他们现在是有各式各样的人权打压的时候 明明IOC还有国际社会已经看到这件事情 为什么他们要选中国 他与数位人权活动人士曾在去年 与国际奥委会的人员见面 并提出转移东奥举办地的要求 他说国际奥委会明明知道中国打压人权的事实 却视而不见 甚至计划采购中国疫苗给参赛人员 对于国际人权团体的抗议声音充耳不闻 美国知名高山滑雪选手雪佛林就表示 部分奥运主办国的人权纪录不佳 迫使运动员必须在他们的职业和道德之间做选择 许颖婷也告诉本台 他担心如果东奥在北京举办的话 像雪佛林这样公开发表意见的运动员将会有安全上的担忧 除此之外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前高级助理西蒙就告诉本台 若北京奥运势在必行 最有效的方法是呼吁参赛的运动员 替中国人权发声 并透过中共企图巩固世界地位的奥运舞台 来宣扬西方的民主价值 NFL可以担心的奥运务 中国人的命也是命单膝跪地抗议 为什么奥运队不能为香港维吾尔人抗议 中国能怎么办 他们无能为力 他们无法对这些运动员做任何事情 他们敢于取消这些运动员的参赛资格吗 在此之前 西蒙曾经试图游说将奥运定点遗失美国 不过他也坦承这种方法不太可行 他表示 最有效的方法是呼吁前往参赛的运动员在公开场合示威 表明自己不害怕 这对中共来说是最危险的事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陈聘杰华盛顿报道 受中国小米集团投资禁令暂停执行一事的鼓舞 又被同样禁令涵盖的中国公司 正考虑就此起诉美国政府 在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科技领域制裁行动 在美国法院屡屡受挫的情况下 微信 抖音等受美国制裁的中国科技公司命运又将如何呢 而美中之间的科技战又将如何打下去呢 以下是记者韩杰的报道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上周五发出初步命令 要求暂停执行针对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集团的投资禁令后 路透社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表示 由同样被列制裁名单的中国公司 正与包括美国市强律师事务所在内的律所联系 有一部小米的后尘起诉美国政府希望获得解禁 报道说 市强律师事务所香港办公室管理合伙人宋慧亭 以及霍金陆伟律师事务所的知情人士 拒绝透露寻求诉讼建议公司的名单 只是表示这些企业要质疑禁令以及其依据 美国政府星期二回应表示 目前尚未依据法官的判决 对小米做出相应的决定 首席科技及贸易法的华盛顿特区律师 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谭耀南分析说 围绕着受制裁中国公司的一系列发展意味着 第一个法律的诉讼还会继续 那么政府是不是能够证明 他主张禁令的中国军方跟这些公司的关联系 那么第二个行政部门也在解释说 这些禁令是否跟国家安全产生直接联系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现任前指控小米海康威视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 以及中芯国际等43家中国公司 与中国军方有联系 并将他们列入黑名单 迫使投资人在2021年11月11日前出清持股 小米今年1月底将美国国防部和财政部起诉至 哥伦比亚特区法院 认为禁令违法违宪 美国联邦法官孔特·雷拉斯 15日作出裁决 表示国防部声称小米创始人雷军在2019年曾获中国政府表彰 还有该企业拥有对现代军事行动至关重要的 5G和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计划 但未能证明小米与中国政府或其他安全部门的联系 特朗普政府制裁中国科技领域行动又一次在美国法院遭受挫败的情况 使得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查封抖音微信事件进展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继两名联邦法官去年临时叫停了TikTok禁令后 拜登政府今年2月向法院提出暂停审理微信及抖音案件的要求 表示政府需要时间来重新评估微信及抖音是否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甲骨文和沃尔玛收购抖音美国业务的计划也被无限期搁置 拜登政府的决定也引发美国是否在逐步放松对中国高科技管制的讨论 美国民间机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青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提到 法院就禁令的判决符合自由市场经济原则 相信待拜登政府重新定义国家安全后形势会出现改变 所以如果要在纯粹的市场经济的大的前提下 那用法院的判决是完全合乎自由的市场经济的精神的 拜登政府也会出台相应的办法 照顾国家安全国家的根本竞争利益的 同时又要依靠市场的办法法治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这样从法律到从立法到行政机构都会进行一些调整 他用男则提醒 美国阵重新检视对中国整体科技管制 以决定是否采取抓大放小小院高强战略 例如未来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政策 国防部以及其他部门的投资禁令会否出现变化 至于阿族电台记者韩杰 华盛顿采访报道 中国国台办等11个部委17号联合推出对台农林22条措施 吸引台湾人服务大陆从事大陆的农林业 台湾的陆委会17号回应表示 名为会台实则立中 其目的就是吸引台湾的农业人才资本和技术 协助中国大陆振兴农村 解决农业发展困境 并作为对台统战的手段 请听记者黄初梅的报道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7日在例行记者会指出 农林22条措施包含三个特点 其一立足新发展阶段 第二契合台胞台起实际需求 以及涵盖面广支持力度大 对于社农社林资金补助申请深化台企与农肯企业的合作 加强台湾农民创业园建设等方面提出具体措施 为台胞台起提供有力的支持 大家仔细读了就可以感受到 农林22条措施和31条措施 26条措施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 是进一步为台胞台起 参与大陆农业林业高质量发展及乡村振兴提供同等待遇 台湾陆委会17日傍晚提出5点声明回应表示 农林22条措施名为会台实则立中 第二在现实来看 中国大陆过去推动的台湾农民创业园31条 26条等措施 大多台商以及台湾农民的感受是口惠而实不至 雷声大雨点小 只对少数台湾人有利 却对大多数农业以及农民造成伤害 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表示 我们要呼吁陆方 洋气过去的单边思维 两岸的农业合作交流 涉及公权力事项 需透过双方相关的主管机关协商沟通 务实解决问题 才有助于两岸的农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赖一中 受访时直接打脸农灵22条措施 所谓会台的说法 赖一中表示 中国他就是改用那个这种 与此包装 实际上是他拜托我们的资金 我们的技术 我们的人才到他那个地方去 但是他就把他包装成 好像是说他对我们有多么大的优惠 就是这个本末导致 赖一中直指 习近平从2013年刚上任 就逆反胡锦涛 对台入岛入户入新的策略 现在是愿意开放 所谓的祖国发展机遇 让台湾同胞到他那边发展 美其名是让台湾人去发展 其实是要台湾的资金技术以及人才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 屈兆祥告诉本台 从禁止台湾凤梨进口事件 到最新的农龄22条措施 可以得到初步的观察是 某种程度 现在中国对台工作的重点是农民 屈兆祥说台湾中南部是主要农业人口集中地 而这些区域大都是民进党的票仓 中国就锁定这个区块 能不能有成效 现在还研制过早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第一手执机真相脉动 针对雾霾天气 中国环保部要求进一步加大 对经经济及周边地区的监察力度 雾霾能让汽车都打不着火呢 暗无天日 鬼影重重啊 非洲竹温首次在中国发生以来 目前有20个省份 将其出现疫情 这个是猪变离人的一个超级病毒 专家剖析环保食品安全议题 主持人麦小田 全新节目绿色情报源 就在自由亚洲电台 及自由亚太报道YouTube频道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路透社3月17日 引述美国政府官员的消息透露 美中高层官员预计本周四在阿拉斯加举行的会谈中 美方将采取不妥协的立场 这也将是美国总统拜登就任以来 两国高级官员首次进行的面对面会谈 报道指出 美中关系目前处于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北京方面已经多次呼吁重置两国关系 但华盛顿方面认为阿拉斯加会谈将是一次性的 未来任何交往都取决于中国对自身行为的改善 而受疫情限制的影响 这次双方没有一起进餐的计划 前几次会谈都曾有宴请安排 有迹象显示 双方对此次会谈的期望相差甚远 路透社3月17日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披露 中国科技公司字节跳动旗下的视频分享平台 抖音海外版TikTok 今年可能推出一项群聊功能 以此与脸书等国际社交媒体平台 展开更直接的竞争 路透社3月17日引述多名欧盟外交官透露 欧盟27国的大使当天同意 以侵犯人权为由 对中国等官员实施新的制裁措施 据西藏之声3月17日报道 英国自由民主党议员拉比纳汉 日前提出一项议案 重新命名中国驻英国使馆 新纸附近的道路为西藏山 维吾尔法院 香港路 天安门广场等 以表达对藏人 维吾尔穆斯林和香港民众的支持 同时表彰勇敢争取民主的中国公民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月17日报道 中国驻美国 意大利 印度 菲律宾等大使馆计划 为接种过中国产新冠疫苗的外国人士 提供申请签证的便利 尽管中国疫苗的有效性 仍然令人担忧 各位听众 这次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